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大概平均在0.4%到1.6% 那么因为它是一个飞沫以及接受的传染 所以它非常容易传染给另外一个人 那么到目前我们看到的传染率是高达30% 那么在台湾我们应用整个国内传染防疫作用的需求 在开始的时候也决定要向国外采购一定量的疫苗 但是各位知道这个疫苗因为这个流行是非常快速的 导致这个疫苗是功不应求 好在这个时候台湾的国光生技公司 勇于抗下这个责任接受了政府的委托 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决定要制造国光疫苗 那么我个人在这里要对国光疫苗表达最高的一个肯定 再来后来那么因为很多人有心人士啊 透过媒体会声会影的把一些这个死亡的案例当做一个重点来做一个报道 导致以恶传乐 很多人变成了所谓的还打潮的一个现象 那么这样下去呢 我觉得媒体应该要跟政府 政府也应该要跟媒体好好做充分的一个沟通 不要让这样一个现象继续下去 让民众对政府失去了一个信心 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统计之内来看呢 洛华的疫苗跟国光的疫苗 它的这个不良反应的比例啊 根据卫生署的统计报告 其实洛华的这个不良反应的比例比国光还要高 比国光还要高 那么自从我们开始施打这个疫苗之后 我们也看到在国内 这个停班停课 从十月份的一千一百二十个班级数的 降到十月份只有二十三班 那么另外书记看到 因为H1N1而住院的人数 也从十月份的两百二十八名 降到十二月份只有一百二十二名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 疫苗的功能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在国际也看到 美国跟日本为了摆日克 一些不良反应 停止施打疫苗的时候 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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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